大家好,我是李子妮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月亮跳起烟村里 冬天的夜晚,月亮也冷得受不了了 突然她看见不明的地方有个小烟村 月亮说,快去那儿搞搞火吧 这是小烟村不冒烟的只梦出了暖的儿子 月亮鼓掌云云的身体住在烟村边口 月亮觉得比刚才暖和多了 得意的说,我找到了多么好的地方 结果一步流水月要掉进去村里 把烤火的烂烟村下了一大天 让阿哥布水穹掉下来了吧 可别把火压灭了外面老人的老人 我这里加了一把槽 接着拿起了小梦香 呼噜呼噜这里吹起了好大的风 把我心里的烟都被吹了起来 月亮又明亮明白 十九门门 虽然就扮一股烈心脖子 死咬死咬死咬 就跑到了烟村 外面月亮没有收拾 想让烟村的自我也不玩说 月亮感情组织人物的身体温暖 其实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了解了 谢谢 谢谢 谢谢